為什麼你們要B 把音樂放到很大聲 這樣子一定可以偵測到 都是有版權的音樂的 好開心喔 你們要從哪裡開始講 沒有個起頭很難開始欸 全部分 全部你要有個起頭喔 從彥彤加入BF 2 這樣怎麼起頭啊 彥彤加入BF就彥彤加入BF啊 然後003跟統神起了彥彤來我們BF 好 故事結束 好 反正就是 沒有個時間點好難講喔 讓我想一下 上禮拜他不是PO文嗎 對不對 他上禮拜PO文嘛 呃 說他分手了 呃 跟交往五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吧 其實他PO文的時候是 大概已經分手 我不確定啦 我這個人時間軸很混亂的 我只能跟你講大概好不好 就是他PO那篇文的時候大概已經分手 兩到三個禮拜了吧 兩個 欸 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 反正這是已經有一段時間啦 你們就當他已經有一段時間啦 好 我先講我好了 呃 如果看 有長期在看我實況的人 有時候有些觀眾會問嘛 然後我都會講 我這個人最基本的原則 絕對不當第三者 絕對不去破壞人家 就這樣 所以 他跟他男朋友分手 他也沒有講 他也沒有跟我們講 反正就是 呃 彥彤這個人 第一個他人很好 我講我的 我講我的觀點 他人很好 然後他對感情很專一 然後他很愛他男朋友 所以他分手的時候 心情很差 可是他沒有跟我 他沒有跟其他人講 他只有找 就是他會找我去 他會找我出去 比如說 吃飯啊 什麼的就是 但我那時候不知道他分手了 就是 只是原本就是以為說 就是跟以前一樣 就是找我出去吃飯 可是他吃飯的時候呢 都會酗酒 好不好 他都會酗酒 沒有酗酒 就是他會想要喝酒 然後那陣子就是他喝得很頻繁 反正那也不重要 那也不重要 反正我還是不知道他分手 他就在 直到有一天 在一個 這個 有一個聚會上 有一位 非常 這個感情 感情非常豐富的一位男性 就是把他 把他分手的 就是他感覺他不對勁嘛 然後 然後 就是挖出他分手這件事 然後那天他 哭得很傷心 然後我原本覺得 我原本覺得 他那天哭得很傷心嘛 然後我很內疚 就是 我那時候是在想 因為 他只有說他分手 可是 我那時候就在想 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 我的緣故 因為我不當第三者 我也不喜歡破壞人家的感情 所以 就 我很擔心 原因是我 就這樣 然後 卡住了 我不知道今天他要講什麼 反正就是 反正 反正 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 他目前 呃 目前沒有要跟 目前雖然難過 可是他好像 暫時 沒有考慮 就是 呃 呃 唉呦我不講他了 我不講他的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了解他的人 就知道 他 目前就是處於一個 要療傷的一個階段 如果有談過感情 應該就知道就是 剛分手都會有一段需要 有一段時間需要療傷嘛 然後 然後我們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他會常常 找 找 就是 因為他很難過嘛 他可能需要 然後 一些陪伴 他就常常找我們出去吃飯 但是 自從 就是 我知道他分手那天之後 跟他吃飯 就是 呃 就是 反正就是 一邊 跟他吃飯嘛 然後一邊可能會 反正他也知道 我知道 就是從那天之後 他也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啊 所以他也不太演 就是吃飯的時候 就會講一些 就是 就是他的心情 抒發一下 然後 然後重點就是 他這個人又 有一個很壞的習慣 就是喜歡 虧別人 就是 譬如說 譬如說我跟貝莉梅拍影片 對不對 他就會說 他就會說 他就會說什麼 哦那個 譬如說 我都譬如說啊 他就會說 你那個什麼 32歲 會結婚的女生 是不是貝莉梅 那種感覺 然後 然後 基本上 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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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 這一段是 我有跟他討論過 可以講 因為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被別人誤會說 就是他是劈腿 或者是無縫 所以 我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這一段的事情 然後 因為我不想要他 就是 被誤會啊 或是什麼的 因為他比較剝離 我比較堅強 反正你們覺得有什麼錯 盡量來罵我 是沒有差 那你們會 你們會都跑去罵他嗎 他也沒做錯什麼事啊 反正就是 他會一直虧人嘛 可是 就像是 就像是一個情境就是 譬如說 你喜歡 你喜歡 你喜歡A女嘛 然後 可是A女一直在你面前說 你怎麼不跟B女 C女 D女 就是 就是 你怎麼不跟B女 C女 D女一起 試看看的那種感覺啊 你怎麼不跟他們 交往看看啊 試看看啊 那種感覺啊 然後 就在上禮拜 有一天 我跟他去 我跟他去喝個幾杯 然後我 我幾杯 我幾杯黃湯下肚之後 反正他那天我忘記 發生什麼事了啊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一直 一直挑釁我 你知道 就是一直戳我啊 一直講一些那種 消遣我的話 可是 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大概已經過了一個多禮拜 然後我 基本上 我一個禮拜中間 大概 基本上整個禮拜應該 至少看了四五天吧 就是跟他 一起出去四五天 然後 就是在那一天的時候 我當了垃圾 因為 因為 剛剛有講過嘛 他 基本上現在是 他現在是一個 就是 需要療傷的 一個女生嘛 可是他一直 就是他這樣子一直 一直跟我講這些 有 也不算有的沒的 就是一直跟我講這些啊 然後 我就 我心裡就很難過啊 然後我 忍不住在那一天 就是喝了幾杯酒之後 然後 我就當了一個垃圾 我很自私的 跟他告白 我跟他說 我喜歡他 我知道他 在療傷 所以 我沒有 我沒有強迫 就是 我也沒有希望他 馬上給我答案 你知道嗎 然後我只想說 我只想說 我可以 盡我的 盡我所能 讓他早點 不要那麼難過 就這樣子 對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好不好 就是 我在一個 不對的時間 講的不對的話 然後我已經 我感覺我已經 對他造成困擾 所以 呃 所以我想 拜託大家 就是 不要 去 講 就是對他講一些 就是 他 沒有做的話 沒有 沒有做的事 因為他不喜歡 那如果你們想 罵我垃圾啊 什麼的渣男啊 都可以好不好 隨便 因為我 確實是個垃圾 會跟你們說這些也是 因為 我是不太 因為我有跟他 這這 就是說這件事 反正就是我們有達成共識 就是 就是好 就是誠實好好的講出 這一些東西 其他的那種 莫名的 嘖 就我不想到他再更傷心了 阿你們沒有什麼要問的 飛通子共 沒有 沒有打炮啊 都怎麼被打槍 什麼的 就算最後 我不能說我沒有喜歡他 就是 就是 我會把 我會把 就是 對他的感情 就是藏在 心裡最深處 然後當作沒這回事 就是 當我知道他分手了 然後每天看他這麼難過的時候 他很難過 我也很難過 就會 因為 其實我知道 我知道他的情況 可是我那天就是 喝了一點酒 所以現在的狀態就是 我有跟他講我喜歡他 他還在療傷 好就這樣 他就是會 一直講別的女生阿 然後 他講別的女生 就他也不知道 可能他那時候 就他那時候還不知道說 我是喜歡他 但是他 他就只是開了笑一直講 就是你被 你喜歡的女生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樣啦 我是覺得很難過啦 可是 其實他那個時候是 說來講 垃圾都是我好不好 你要罵就罵我 我跟他確定了 大概兩三次阿 他說沒關係阿 其實我是想 我是不想講的阿 可是我覺得他都 他如果都決定叫我講的話 我就講阿